那個愛台語 我好有興趣喔 趕快出出來 我可以學台語 我不會怎麼開始 好 那個簽名廚房 我們經過一次大宗 然後一次小宗之後 這是一個以短片的模式 然後進行一個收割的動作 那我們就是要用短片來解釋 限改到底在幹嘛 那想要收割的就是 NGO的前期研究 然後他們的訪談 然後TXT主文字組 然後還有 後面還有一些選字的視覺化 資料視覺化 那現在已經做出兩支 應該有三支的影片 那中間會有一些懶人包的東西 那這是一個想說可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嘗試 就是說影片以前大家會覺得 是比較難開源的東西 那這次想說用開源的影片 然後收集各種不同的素材 把它直接在一起 然後中間會有一些 一些資訊性的東西 把它做成圖表 那中間有一段是選字的部分 然後本來是希望 配用資訊視覺化來呈現 然後 然後 對啦 那是已經其實有做出一個 三支的 這個 那這個部分 請 那個 跳坑的坑主來講一下 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目前的選字下 立違的產生的方式 然後 所以你會看到所有的立違 在最右 比如113C 那目前的 在這邊 113C 那目前政黨分配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的選字的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是 呃 單一選區檔票制嘛 那所以 就有一些區域的席次 然後有一些部分區的席次 就是政黨票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來源 它這麼多是從 呃 區域來的 這麼多是從部分區來的 那這區域的地方就很有趣了 因為選字大小劃分的關係 所以 你會有一個 呃 不平均的問題 譬如說這個檔它就得了 48.1%的票 可是在所有的席次裡面呢 區域的席次裡面 它可以得60%的席次 那這就是一個一個 造成 民意跟這個 國會裡面的席次不平均的一個 主要原因 那 那本來不分區的目的就是為了 彌補這個國會嘛 那可是你可以看到說 就是說其實 它並沒有達到這個 彌補它不平均的效果 因為大黨會 還是會達到更多的 比它的得票率還要高的席次的比例 好 所以介紹 其實會希望說這樣的資訊視覺話 跟影片是可以結合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太小了 所以我們還在想 那我們現在還是用男人幫的方式做 那以後會希望說 影片版和這個網站版 它其實可以結合 那如果我在看影片覺得 欸這個議題 我很有興趣 然後這個資訊有點複雜 我看到一些簡化版之後 我可以連過去到網站版 然後我再去做深入的了解 然後甚至再連到更比較細緻的 細緻的論述的文章 那希望是不同的媒材 透過開圓的方式都可以把它串結起來 那這個東西還有要繼續做對不對 所以歡迎如果對那個修憲 然後政府體制選制 然後這要用什麼寫 D3 好 對D3有興趣的可以來跳課 現名廚房 謝謝 謝謝